佛教里面有一本经典 叫做《言人论》 你读到这一本经典 就知道人是从观音天 天上来的 我们人是天上来的 借着父母的肉体 由父母所生 那不是你 跟大家讲 那个不是你 也不是我 真正的我 真正的你 是你的心灵里面的 真正的佛性 才是真正的你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天上下来的 真正的那一个人 是灵体 是灵 是佛性的灵 是灵体 那个才是真正的你 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会改变的 自己呢 是外面的这个壳 可以当成衣服来讲 可以当成衣服来讲 你不过是穿那 若体的壳 真正的你 就在我们的 身体里面的一个灵体 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你 这个才是真正的你 其他外面的这一种形象 只是你的衣服而已 只是你的一个壳 学佛的人都要认识 什么是你 你从哪里来 你从天上的灵体下降 进入这个父母所生的 这个壳里面 才形成了这个你 佛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一切都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在修的 不是我们外面的壳 不是我们外面的这个壳 而是真正心里面的这个肉体的你 我们现在所修的 就是这个壳里面的那一个你 而不是肉体表面上的这个你 这样知道吗 所以师尊讲过 师尊修七脉明典 身体非常的坚固 但是在这世界上 从来没有哪一个修行人 或者是从来没有哪一个人 圣贤永远留存在这世界上 永远没有 永远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连师尊也是一样 昨天没有讲过 大家还以为 师尊永远就是这样子 师尊现在七十二岁了 很多人讲说 看起来不像七十二岁 不是七十二哦 七十四哦 我连自己年龄都忘掉 现在已经七十四了 已经是七十四了 那么能够留在世间有多久 那看这个壳 什么时候坏掉 这个壳如果有一天 它坏掉 这个真正的灵体 就永远就出来了 就得到永生了 跟至上意识可以合一了 到了极乐世界的净土了 到了马哈双廉池 那个才是真正的你 这个壳始终是要丢掉的 这个衣服用久了 自然它就会坏掉 我们这个壳 一样都会坏掉 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白 人身体有病也是正常的 师尊有病也是正常的 师母有病也是正常的 各位有病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的壳里面的器官 都在老化 都在生病 都在坏掉 所以我告诉大家的意思 就是讲说 师尊如果有一天病了 你们不能讲说 师尊是活活 他不能生病 这个就不对了 这是不对的 难道师尊不要吃饭吗 难道师尊就不要上一号吗 一样的 你这个壳跟世间的壳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你的心灵里面的那个灵体 你已经修正了 差别就在这里而已 啊 恩 航你 不